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科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单元是电解的应用3 主讲 和平高中刘士诚老师 接下来我们利用模拟实验来说明电解的第二个应用 就是电解精炼酮 首先我要说明为什么要电解精炼酮 我们在链解铜这个金属的时候 我们通常利用碳来还原铜 可是在铜矿里面通常含有其他的贵重金属 像金银钵等等 那这些在还原过程里面会跟铜混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出铜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电解精炼铜来得到纯铜 以及这一些贵重金属 首先我们把纯铜放在银级 我们把不纯的铜就是含有金箔的粗铜放在阳级 当我们按下电源之后 那么铜会失去电子变成铜离子 那因为金银钵它的氧化电位比较低 所以不会变成离子吸出 它会沉积在阳级 它的还原半反应是铜离子得到电子变成铜 也就是铜离子向阴极来流动 整个电解的过程当中 阳级的出铜的质量渐渐的减少 那这个过程里面因为金银 它的氧化电位比较低 不会溶解成金属离子 所以它会形成沉淀在阳级的附近 铜离子在阴极得到电子吸出铜 所以纯铜在阴极的质量会增加 而整个电解的过程 铜离子的浓度不百变 所以这个就是电解精炼铜 它可以得到纯铜 并且可以得到其他贵宗金属的副产物 这是链铜过程里面很重要的程序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模拟实验 来模拟碱氯工厂 利用隔膜法来电解浓缩的海水 这是一个碱氯的工厂 左边是阴极 右边是阳极 我们将电解槽中加入浓缩的海水 并且按下开关开始电解 那它的阳极的半反应 因为氯离子一向阳极失去电子会产生氯气 那么它的阴极的半反应 因为纳离子的还原电位比较低 所以等于电解水会产生氢气以及氢氧跟离子 这个电解槽的隔膜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电解槽的隔膜会让纳离子能够通过 但是阴极所产生氢氧跟离子会被隔膜挡住 因为隔膜让纳离子通过 可以保持电流的流畅 让整个电解能够继续的进行 但是阴极所产生的氢氧跟离子会受到阳极的吸引 如果到达阳极的时候会跟氯气产生反应 那么就得不到氯气 所以这个时候隔膜不让氢氧跟离子通过 避免与氯气的反应 以隔膜法来电解浓子盐水 再阴极可以产生氢气 以及强碱氢氧化那 阳极可以产生氯气 最后我们来回顾本单元的重点 首先我们利用活性电极 也就是铜电极来电解硫酸酮水溶液 它的阳极金属铜会溶解 而阴极的话铜离子会得到电子变成铜 铜离子的浓度不变 所以除了金箔这种活性非常小的 多性电极之外 如果把金属放在阳极 通常都会溶解而生成阳离子 第二个单元呢 我们要来说明电解的应用就是电镀 电镀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将被镀物放在阴极 金属离子会在阴极得到电子 而吸出金属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将金属镀在被镀物上 那镀上物的金属呢 我们要放在阳极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除了金箔之外 金属的氧化电位通常比较高 所以会失去电子变成离子 补充阴极所吸出的离子 它的电解值就是使用含有 镀上物金属的金属离子 在整个电镀过程里面 电解值的金属离子的浓度应该保持不变 第三个重点 我们再说明电解的另外两个应用 就是电解金链铜以及电解海水 那么电解金链铜会将粗铜变为金铜 而且呢 有金箔银等贵重金属的产生 电解海水我们利用格谋法 可以电解在阴极产生氧氧化纳以及氢气 在阳极产生氯气 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的化学工业 再次遇见